大浦拆迁案的抗议冲突之后 有多位学者专家今天下午也召开了声援记者会 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就提醒 听证会前应该要暂缓拆迁大浦的居民 学者还将矛头对准了三年前 承诺大浦原地原屋保留的副总统吴敦毅 要求他不能背信忘义 行政院的院长主持 然后院会的决议 言商的结论 这样的一个白纸黑纸的东西 都可以被推翻掉 亮出三年前行政院长吴敦毅主持的院会决议 清楚载明大浦案所有建物及基地原位置保留 学者立委一字排开 谴责政府违背当初承诺 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 6月27日开会决议 要求行政单位遵守两公约 暂缓大浦拆迁 短短时间尽猪羊变色 要求内政部必须协调苗栗县政府 在还没有举办听证会之前 要暂时拆迁 可是想不到7月5号就有来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催命符 我们关怀的不是说这个明天拆还是后天拆 我们关心的是比较基础性的问题 就是说应该遵守这个两公约 要重新来检视这个都庚计划 尽管总统府中午发出新闻稿表明副总统吴敦义 致电苗栗县长刘正宏同意7月5号不拆迁 但人权团体认为三年来都庚争议从大浦农地 文宁月王家到华光社区 冠名冲突越来越频繁 要求政府拿出诚意解决 居住前其实涉及到人生基本的尊严 人生存的基本的尊严 那大浦的农民他们之所以会这么绝望 那就是因为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尊严都被拿走 说实话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这今年不仅是台湾民主崩坏元年 也是我们台湾民主耻辱 三年抗争回到原点 人权团体希望号召更多公民力量站出来 守护台湾诚信民主价值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在脸书上说 诚信是政府的基石 应该兑现承诺停止强拆 把家园土地还给他们 新唐人亚太电视程会谋章之宣 台湾台北报导